大家好我是詹祖華 今天要教大家怎麼樣用Android的相機把檔案存到 不同的目錄裡面 所以呢我們先到我的文件 然後我們到SD卡 然後我們到DCIM 再到Camera裡面 那目前呢你相機所有的照片應該都在這裡 如果沒有在這裡的話請你看 我之前的Video就是教你怎麼樣把照片存在這裡 那你如果照片已經存在這裡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裡面建立一個新的目錄 所以右上角按三個點 然後再按新建文件夾 然後呢我譬如說我現在要 新建一個目錄叫做2016 把我所有2016照片存在這裡面 那剛好現在2016快結束了 所以我就按右上角 三個點 按選擇 然後把所有檔案選起來 除了最上面這一個 2016的目錄 不要勾 不要勾這個 其他下面每一個照片都勾了 然後呢 我再 按右上角三個點 再按移動 移動 然後選SD卡 選 DCIM 選 CAMERA 選 呃 選2016 然後選移動到這裡 那他就會把所有的照片都移到 這個目錄裡面 OK所有的照片都移到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呢 以後你造新的照片就會在這一個目錄 CAMERA下面 就會跟你的2016照片分開了 那所以我譬如說我現在照一張給你們看喔 所以我按照相機 然後照一下我家的屋頂 好照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看這照片在哪裡呢 那這照片 就在 不見了 就在我的文件 呃 好你看就在這CAMERA下面有新的照片出來 不是在2016的目錄裡面 那等你照一照 那你想要 把照片移到另外一個目錄 你就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的照片就分在不同的目錄裡面 那你如果按 相冊的話呢 呃 你會看到 他會需要一些時間 呃 重新刷新你新的相冊 其實相冊呢 就是檔案的目錄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你的 照相機裡面 只有一張照片 OK 那那個2016的目錄呢 還沒出來 2016的目錄 要過一陣子喔 他不是馬上 因為 他現在還在 看你的電話裡面 有沒有新的目錄 所以你可能 呃過一陣子 OK 一定會有 就是過個 幾分鐘以後 來回看一看 應該就會出來了 沒出來 右上角 這個因為有蠻多照片都在2016裡面 所以 要等一下才會出來 看一下喔 我的文件 2016 另一陣子 相冊 進一次 看一下這樣會不會幫助他快一點 相冊 出來吧 還在慢慢思考 2016出來了 OK所以我現在相冊裡面有2016的 所以有2016的照片都在這裡面 OK那最上面 新的照相機的照片 就在這上面 電話有點慢 好啦 那就這樣啦 希望大家現在了解 怎麼樣 把照片移到 新的目錄 就這樣啦 拜拜